就看牛子哥啦今天,牛子哥能不能站起来 牛子哥今天还在找我练习一下 让我们早点睡,两个2比0,我们就睡觉了 说的没错 让兄弟们早点睡,大家不要熬夜 诶,他这个口可以堵吗? 他是三个建筑才能堵吧,这个 什么意思啊?看一下,学一下 对,牛子哥偷起来 我之前跟他聊了很多,他说他为什么就是打Major 就是输得很干脆利落老被阴嘛,对吧 我就跟他说,你其实没有必要去针对别人的战术 因为比赛上面,对,因为比比赛上面的东西都是千变万化的 你这个针对别人的战术,他一变你就傻了 我说你打比赛一定要去针对别人的习惯,不要去针对别人的战术 你这样才能针对到别人,对吧 你要看别人的第一视角跟比赛的习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 这个东西藏不了的 就很简单,就重组比如说飞房子的习惯,你都可以看 农民探路的习惯,包括他很多处理的习惯 就你看到他这套战术打出来之后 他每个选手处理一套战术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说的没错 特别是从,其实针对重组的习惯是最简单的 包括他有些开视野,有些图他这个位置就是盲区 他就不开视野,你可以通过他这种习惯来针对他的一些 你可以设计一些战术 对,那总的来说还是做自己的 就是可以阴他一下,你说不能把他打死 但是你可以阴他一下,你没有必要就是一口气把它弄 那不可能,大家都是打比赛的,都在准备战术,对不对 在翻战里面,在翻战里面是最重要的 翻战里面,如果你能够放到一次这样的战术 其实他对面就可能会很慌 因为突然一下他就感觉不在自己掌控当中 是的,好,VC,完了,他中招了 我跟他说不要去特意针对别人,你知道吗 他那个,他就说对面是要VR开,很少用VC开 那太堵了呀,你其实就正常打就好了 嗯,要看他这个准备啊,但是我觉得VC开也还好 他这个不探路啊,他有可能会默认是VR开的 除了一颗雷,还是标准的那个打法吧 头两颗,头三颗雷的那个打法 嗯,以前的重组很容易被印 现在的重组都不会被印的 嗯,怎么说呢,现在主要是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 对 全方的体系,就是你说的四分半生二本 然后放那个蟑螂潮和BV嘛,你不管你全 然后女皇不停,我不管你神助怎么打 我知道通过前期跑口的侦查 我都能够判断你的战术 然后我也能防,关键是 嗯,一个手头看他怎么办啊,这个是机枪运输机 他这个是好像不准备骚扰吧,是可能是会投一船兵过去啊 呃,我好,三分四十秒就开晃了 手逼你妈的,真的投我 我跟他说要他用那个的,你知道吗 我说要弄什么呀,就两船,投两颗雷 然后解放者一线,正面机枪坦克打这个VC两边非常的猛 关键是打这种四分钟开的,他妈一堆就死了好不好 对啊,一堆就,来了,就这一桌 他应该是知道他用VC,他可能,他感觉到了,可能 好了,就是这个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投两颗雷架,架一线 然后直接正面,直接三框溜出去,直接就下 这个你不太偷了,他这个开局 他这个战术,这个战术,神主百分之九十五的手不足 啊,百分之九十五,我也不说多 因为,因为这个,嗯,他还在因应下凤凰啊 他,他不,他以为是凤凰,结果没关系啊 嗯,其实也可以啊,也可以,也可以 看到VR,他可能会判断错误啊,但是,应该不会 因为这个VR的位置,不可能要出来的,就等一下 等解放者过去的时候再来 对,他有可能,这个雷是不会投的 诶,两个队,投两个队列 出门,两个队列倒还好吧,出门那样可以 出门不 这边被看到了,他解放者呢 他四个队列进去摸农民吧,应该是 嗯,跳进去摸农民了,好,接,准备接了走 诶,这个有点烦,这个有点烦 这个有点烦,这个有点烦 哇,不会被偷出来吧,他应该,他会出门吗 他不会出门,他防守 没了啊,给你,防守就没了 哇,诶,七个啊 防守就没了 输了啊,给你 十一个呢,还有,还是,还是有机会的,还是有机会的 看他推不推了,不推就没了 不推就很亏啊 他是看三级地的,他推个毛啊,他推 亏了啊,这个,别人已经飞起了 这开局已经血亏了 血亏了,还是打默认,这没办法 他是默认的VR开吧,我感觉是 嗯,他是觉得对方会VR,然后走那个追雷骚 什么的 对,他因为利不很喜欢VR开,跟那个凤凰巨像嘛 对吧,这个地图凤凰巨像的概率比较大 我觉得,诶诶诶,其实是这样的 他刚刚从那个,他刚刚从那个投地雷的这个细节 他就是,有点默认对方是凤凰巨像 嗯,对吧,他投两个地图在那里放着,然后勾凤凰 对,对,我刚刚说逆步有个,逆步有个特别坏的习惯 就是他农民永远都是不会停的 你只要打那种极限两框一波,他守不住的 嗯,永远都是 他重新打到这个虚空,都是这样的 他偷出来了呀 偷出来了,你看他农民已经补得飞起来 已经67个农民,6分40秒 67个农民,没停过,68个农民 对,你任何两框一波,逆步都是守不住的 这哪,怎么可能守住啊,70个农民能守住 这次的,这次的都不敢这样补 他六七再踩了已经 这次的,你记得昨天防马路这个吗 哈哈哈哈,送了22个农民还防住了 热死了,赶了,热死了,赶了 就操作好的神租他妈都赶 这个太,是已经70了,6分40秒70个农民 而且可以开4框了,泰姆没了就看 这个没办 现在看起来能够跟得上而已 但实际上,嗯,经济上已经拉开很大的差距了 对,要拼内力了,这个 那拼内力,四季利,我靠 真的,这个偷出来简直无敌啊 闪电都有了,这个他打个锤子 这个局面,你给马路打 我觉得是有机会赢的 因为马路的后期非常猛 李培南不具备这个后期的 这个防守能力,现在只有这一拳推出去 看能不能推到东西了 按道理来说是推不到东西 一攻一防,完了这边 吃个叉进来 家里应该是有后续的兵 应该是可以守一下 肯定不回,回救是不可能的 嗯,卡一个位子 卡住,守得住 就看正面,这团兵投下去 会不会打乱尼布的节奏 会不会打乱尼布的节奏 这一波兵其实很厚 哇,三级地也有差 这麻烦了,处理的东西要太多了 再往前走一点 家里面,其实尼布也被捅了一下 这个就拼抗压了双方 嗯,哇,他们的暴兵 他说回去了啊,探摩 探摩,可以啊,他其实这一波说的是可以的 行行行,说的就可以 因为墙上,对,他运一步落后了 他运已经跟上了 他暴兵真的魔啊,这个探摩 基本功太好了 家里面尼布其实也没烧到太多东西 对 就从纯运暴兵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李佩南要比尼布要厉害一些 因为尼布其实 厉害多了 其实是非常偷的,偷出来的这个部队 对 他这开,尼布的这个开局是基本是不成立的 你知道吗 打,就打韩国人主的话是基本是不成立的 现在,但是尼布的科技还是高一些 李佩南如果没有格子的 不过白球也不够多 也就这样了 李佩南我甚至觉得有点小 因为他连跟我两方已经在时 你不是有两个两方 运营,李佩南要强 李佩南能运营要强一些 可以,可以 可以 好,这个轮进清掉就解决后顾之忧了 坦克直接夹好 你过不了 而且李佩南好像是开了4GD的 ghost也在家里面造了 走了 好 这个打掉能径太重要了 好 这个地雷可以看到你什么时候出来啊 炸你一下 关键是他绕插过去 刚好兵回去了 好 驾好 过来 有兵 家里有兵 家里面有兵 这波兵可以 有两个地雷啊 围巾也可以降下来 嗯 没操作吗 他围巾带生 带生围巾的工坊 他在 这个龙面也脱一下 吃了七个龙面 这一波差 他应该 要出三框来了 三框有坦克吗 关键是 有坦克 有坦克 好像没架了 有鬼兵吗 鬼兵还没来 这个坦克的位置 怎么在别人脸上 但逆步没什么差 逆步没什么差 没什么差 白球 白球你没什么差 你还是站不住的呀 你不敢上啊 不敢上 他没什么差 技术学非常的好 李培男抱兵 比你不要猛 所以逆步就不敢说 就是运营上面来说 李培男是要比逆步的 要强一些 但是这个人打的真的是偷 你不偷出来的 这个完全纯偷出来的 司机力也开了 鬼兵也有了 看那波爆发了 就是打自爆球 然后 ghost打完 然后直接自爆球 拉了一波 李培男拉了一波 还是有点实力的 现在就这样的 自爆球出来之后 ghost出来之后 白球其实作用 就不是那么大了 你看这个碗儿都升好了 他妈的四五个碗儿过去 白球就全倒 他好像是 攻防上面停了呀 他们这边上攻上方没升呢 忘记提了 忘记提了 尼布也没事 尼布也升好了 也升好了 两攻两防蛮好 嗯 这个攻防上面来说的话 看EMP啊 EMP但是没打到白球啊 自爆球 扇没有问题的 李培男扇 自爆球是非常厉害的 哎这个自爆球怎么在炸 哎哎哎哎哎 你不在扛毛啊 哈哈 可以可以 多炸一下自己 挺好的 哈哈 尼布你妈的 这个自爆球操作 我他妈傻的 炸自己可怕 哎 三公三方不会忘了吧 忘了忘了 他可能要抢鬼斌的这个数量啊 对对对 他应该没那么多气 嗯 他没有那么多气 抢不了三公三方 这边鬼斌 先打鬼斌 鬼斌 鬼斌打 先打白球 鬼斌 可以 自爆球散 可以上的非常好 马开 你妈个鸡 白球全球 他没人进的 神祖这一波是没有人进 这一波适合的话 全部给他吃了 全部给他吃了 哎 跑不了哦 跑不了 一个是这样走 你妈个鸡 还有一个鸡蛋 这个就是 李培男的爆发力 在这一波爆发操作上 非常厉害 对 他EMP只要 在阵型打好了 他不怕你自爆球炸的 说的没 他这个操作真的好 身上攻上忙了 他因为他这个鬼斌的数量已经好了 他这个拉这个 就是拉着一下自爆球 这波爆发是真的很厉害的 他这个运营真的 这个爆病太猛了 前期那么亏啊 嗯 这个属于真的硬实力在这里放着 对 一波这边三个自爆球 运营了回来 没用 看这个三个自爆球 怎么赌啊 看里面的操作呗 先骗一个 骗一个没关系 第一个骗出来了 还有五个啊 还有五个 其实压力很大 这五个自爆球 家里面房住就行 房住就行 点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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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在打 我看他打自己的房 有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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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 这面只要不被全中 这五个自爆球 如果全炸了 还是有点伤了 先走 只要他中满贯 对吧 对 现在就怕他中满贯 这波是完完全已经打回来了 我觉得力不是真的 他敢把所有的矿子 全踩 打掉 漂亮 打掉 可以 三公三房 这边来说 神猪肯定要快一点 神猪拼一枪了 这个地方 三公三房 这个台面 其实神猪的攻防都还好 主要看自爆球 他其实没有太多 高分兵种的 自爆球 多 打得不好 打得可以 他的插子强行往里去 他想封入口 他有点麻烦啊 其实 里面呢 也绕兵了 大家对换 来嘛 换嘛 换一边 换 他也知道 你走了 那你不走的话 家里可以叫 十二个龙 其实无所谓的 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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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掉 没打掉 没关系 也掉了 好 可以强吃 只有追列 也不贵 好 挑脸 还有一波炸 全二两 装了走 行的 行的 这波不亏了 这波已经换了 不亏 家里守住了 其实刚刚压力压力很大的 他刚才这种 46个农民不亏的 他打掉了一个基地 然后吃了一波炸裂 还64个农民 他这个 对 他经济好 十几个农民可以接受的 对 三公三马马上好了 三公三马一旦好的话 这个 神助的部队 肯定跟水一样了 这个部队怎么打吗 纯 纯罪列加制宝桥 你以为里平安散不来了 而且里平安是拉开了 等你过来的 哇 这个180度爆炸 这拉成了个大呼吸 你敢进来你就死 输得没错 这个部队 只要 他 把他的这个 扇自暴球的功力 发挥到极致 力不至于把 一点就会没有 但这自暴球有点多 而且引刀不是特别好处理 引刀 这边 看他怎么守了 但你不是要冲动啊 他是不是要进包围圈啊 我怎么感觉 里平安拉开了之后 他要进包围圈啊 炸的还可以 炸的 炸的 主要是引刀 对 引刀这个位置 好像有地雷 没有防空啊 这个没有防空 有防空 有防空 有一个 他路上没有防空 还是亏了 家里面先守吧 先守吧 十个农民 再送一波农民 有点伤了 五十六 应该可以要补 他要补的 要补一轮 补一轮 这一波自暴球过来 这自暴球有点多 现在 往前走 先跑 有点多 这个有点麻烦的 站的空间不是很大 我觉得里平安 这边是要想包 先耗着 先退 可以 退退退 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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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吃 要吃 眼皮先打 然后直接包 点自暴球 在这边 还可以 现在还可以 就中了一个 全吃了 漂亮 全吃自暴球 全部追着打 一个都不要走 好 好了 推正面 推正面 打下 这把三攻三防 机器 牛啊 这牛是个牛啊 这个包的有点 有点牛逼 我只能说 说的没错 这个包 这把打得太好了 前期那么亏 好 他是 对 他这个怎么样 他的开局 其实站前期的开局 选择已经被爆了 对对对 对吧 但通过自己 运营爆兵打 出来了 对 纯靠自己的操作 跟运营 硬生生的把局面 拉回来 真的屌 关键最后 这个包夹打得好 感谢表里山河的 一个飞机 而且他的选择了 这个怎么样 交战时机也非常 他等着三攻三防 才打的 他打 我真的 李平南打自暴球 这个操作 的确是非常厉害的 比很多韩国选手 爆发力都要强 他的自暴球 觉得是世界 世界前二好吧 第一我不知道是谁 但是他觉得是世界前二 这样你 第一调点 前五好不好 就打自暴球 纯打自暴球 这个拉扯 低调点 感谢球 那明天考试考不过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他还是有特点的 这一波 对 其实前期一度 我觉得他很难打 其实 对 衣服太投了 夸张的钥匙 感谢他明天考试不过的一个飞机 看他怎么选择把架吧 其实第一把已经被阴 其实被 就是被反 其实就是被反 对了 他没有想过 你不会用这个VC卡 但是我觉得 第一把打完之后的话 其实李平南应该有足够的信心 就平稳运营 打分期就好了 对 运营爆兵上来说 李平南是要比你比较强的 感谢秦昌的一个飞机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就是他们所有的 所有的方面都 就是他那个什么呀 六边形要比力不大 没有别的 就是六边形要比较大 感谢球老仙 保奶LWZ 去保炎失败的一个飞机 去撒个尿区 OK 第二把啊 第二把 大七两千 那么大七两千 我就知道 李平南有可能会打两框一波啊 李平南有可能打 如果他刚刚要是 就是比赛之前 比赛之后啊 就是小退一下 看一下逆捕的前妻的这个运营 他就应该知道 他是怎么打了 因为你逆捕是 逆捕这个选手 他绝对是 他是有缺陷的 哎 先气泡哦 放招了 放战术了 放战术 他可能会无限投雷的 无限投雷的 也可能是火车 利部 利部有很大的原因 出不了成绩就是因为 他是太拖了 知道吧 就是他农民会摁的不停 他不会 他不会停的 他不像这个其他的神族 就是说你比如说 你增长到别人两框一波上 你有两框一波的时候 别人会这样 像这次他 Trap啊 这次会替农民报兵 然后强行A死 强行A防住 那利部他不会的 利部他的习惯就很差 但是他这个习惯呢 他的好处就是 他偷出来就很强 看怎么选择 看他是跑火车还是什么 好枪兵 枪兵VF 直接VF看到了 那我知道他怎么打法 那可能就是QR之前 之前用的 打那个主人用的打法 没探中 他那个 车上怎么说 谁 哦 没有也没有也 他应该直接开矿吧 两框 VS了 这边 神族 应该要VS了 有可能直接去凤凰 他这个直接收获方式来不及了 我感觉要崩 如果 这个 这个怎么样 TAM还是有一点 不够狠 他如果能把VS也在外面 就牛逼了 他好像不 他没有造VS吗 这没钱吧 有钱啊 他不造吗 有钱有气 有钱有气 他不造吗 不造 哎 他想干嘛 TAM这个 难道是 想 是火车 3BB 坦克一波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他这个是不要运输机 这个打法非常的猛啊 VS守不住的 这个打菲特姆 你看 昌米坦克了 他看看 他是3BB还是2BB 他如果是2BB的话 有机会守得住的 哎 先出一个 啥情况啊 导弹车防一下 先跑火车 然后想打一波了 我估计是 还是打运 哎 可以啊 哎 可以啊 他长居住 对啊 VS 进了进了进了 对吗 你不是人没了 第一轮就死了 没了没了 怎么这进去 农民不十几个没了 而且他是没有运输机的 9个了已经 其实烧的还不够多啊 嗯 四个我这才烧 但是他已经看到 你所有的开局了 不够狠啊 这个是两兵 他是两兵 他没有三兵 他要三兵的话 你不就赢 打得很 给自己留下后路啊 不过就即便是这样的话 也也也赚得不少便宜了 嗯 要强行进来 但是有导弹车 根本不怕 一部的使徒拼命往前改 还想去占点便宜回来 三个使徒 现在已经基本是大优了 兵会很多 往下 打要推吗 他要推吗 他不推吧 他可能要打中气 我可能一部又偷三基地了 这 头啊 四分四十二 他妈的没被推死过 这种就是 守不住了 守不住了 刘子哥 如果刘子哥这把小 这个两框一波 铁也守不住 这个偷三基地偷的 你妈的 他凤凰俱向了吧 应该要 但是他没有经济去凤凰 他三兵赢的 打里面绕一下 刘子哥还是不够狠啊 刘子哥 刘子哥如果是三兵 那个坦克一波 现在 这个VS 怎么守 守不了 不过也没关系 即便是这样 他打中气也可以 对 他还是觉得自己实力够强嘛 所以 就没有必要说 一定打得那么极端 但实际上逆步这盘是有点偷 偷出有点极端的 好了 推了 走了 推了 推了 妈的让你开 让你偷 妈的盖死 但是推慢了 推慢了 他想推慢了 但是也可以 这个先知无数位 没能量 就这点能量 能打几个农民吗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偷逼 怎么还得补农民 别人都出门了 他没看到还是怎么样 还看了 他知道 他先知进来 说错农民了 他冰没停的 他应该是 冰没停 他冰小猫两三只 他想干嘛 我这个冰还可以吧 对了 牛子哥有新能记得 装装了 装了 算了 算了 他这个还是有点多的 他冰没停 偷出来了 他三个逼 加速农民 看见没 狗逼 又在偷 但我觉得牛子哥还有一波 拖个农民一波 我想真的 两个太克 才在出巨像 真的拖农民一波 现在是个timing 但他可能会等盾牌 逆补的这个打法是 三兵营不停 就兵一直 他没有补兵 他是没有补兵的 对他没补兵 就三兵营不停 然后一直抱兵 等自己的巨像出来 我还敢开五六七 真是个 真是个小偷 我靠 扎住 我觉得李平安 我觉得李平安应该会针对他 应该是 你看李平安是没有 没有那个 开山基地的 我感觉要瘟硬的 要干他了 你觉得是不是要瘟了 这个 我不知道 他准备是怎么样的 我靠 这怎么 这次比有点多 李平安这波 利普都没看到 这个直接架到脸上 有点凶的 现在看到了 这个利普守不住 坦哥架进去一点 下狠一点 就到这个位置 可以架了 好 好 这个立场 立场放大也可以 没格道 没格道 我说 对牛这个 是可以的 死了 死了 没格道 我说吧 这个逼太偷了 两个人就必死无疑 你知道吗 让你偷你妈的 让你偷 妈的鸡 偷 偷 打死你 真的太偷了 看不下去了 真的 真是个杂种 哪有这么大信息的 一般来说 这种情况 就是别人两方 在往前压的时候 他至少要补到 五个兵营在刷兵 神族 这怎么守这一波 神族这个 三框 最多八个农民 然后兵营是补齐的 对啊 就补到六到八个农民 六到八个农营 一直刷兵 才挡得住 对 而且不能生攻防 你才有机会守得住 这个兵 什么都要 感谢冰火 菠萝 菠萝波 什么 萝卜的一个飞机 好 那这样的话 舞台已经搭好了 两个2比0 大家开心睡觉 说的没错